嗨,我是路克 今天繼續來聊聊林大玉這張新黑金 喔不對,是獨立大假案 一望嶄新時代的討論度都蠻低的 這次的獨立卡牙,討論度卻意外的高 其中有不少問題更是不斷的出現 我會把這些常見問題整理在這部影片中 順便補充昨天簡評沒講清楚的兩個重點 先看到投資相關的問題 林大玉這張卡的評價在短時間內急速提升 實戰前分析不準確是一回事 我個人覺得這次的追夢慶神卡牙 本質上就是個嚴重風評被害的卡牙 主要的重點有兩個,首先 獨立卡牙回歸這件事情 從一開始就已經讓玩家沒有好印象了 畢竟嶄新時代無預警結束 一開始甚至沒說會復刻薩斯比亞卡牙 有不少玩家剩10抽內能包地嶄新大獎 MHN這個操作會讓這些玩家去擔憂 這些剩餘的抽數是否會被浪費掉 因此有不少玩家會覺得 這個新的獨立卡牙就是個坑錢貨 再來試玩關卡的組隊實在是爛到不行 這次獨立給了很棒的專屬武裝 常駐倍率有1.8倍,最大擊掌倍率甚至給到3.24倍 而且條件對於林黛玉來說非常簡單 然而試玩關卡的組隊卻長這樣 常駐1.8倍不見了 10%的攻擊力機質加成也不見了 工程師的腦袋也不見了 輸出只剩本來的一半左右 也難怪玩家不會有好印象 特別說林黛玉要強的話 戰友基本上會以拿破龍或卡蜜拉為主 這行銷真的不知道在幹嘛 明明是很有料的卡牙,卻被愚蠢的行銷給害到了 釐清這件事以後,再來看到投資相關的問題 首先是第一題,這次有加倍嗎? 有,這次甚至有兩個加倍時段 第一個加倍時段是3月7日到3月9日 也就是第二週的禮拜四到禮拜六 第二個加倍時段是3月18日到3月20日 也就是第四週的禮拜一到禮拜三 目標如果是林黛玉的話 在加倍時提早出貨就算賺到 抽一輪缺2獎的機率也會大幅降低 再來是第二題,有拿破龍還要抽林黛玉嗎? 對人覺得,林黛玉這張卡的價值 跟你有沒有拿破龍其實沒什麼關係 會拿林黛玉跟拿破龍比 我相信主要的考量會是魔族隊長 更別說這兩個隊長組全魔都很強 不像醫院輸出還會被閹割 然而,以拿破龍的表現來說 這張卡跟魔族隊長其實沒什麼關係 他就是個超強超好用的隊長 最好的證明就是,從拿破龍開放至今 靠他處理的魔族成就根本屈指可數 越挑戰LV10會用他,地獄集會用他 大部分的夢魘騎也會用他 林黛玉也是一樣的道理 如果你對你手上的主力隊長不滿意的話 林黛玉絕對有資格升任這個任務 對一步來說,就算你有拿破龍 林黛玉的存在也會讓隊伍提升不少 畢竟他的主動技,可以直接無視連擊護盾 以指定屬性連擊護盾來說 魔族靠五折天或是DL 可以有效率的打出光屬性傷害 但其他四個屬性的追打效率就沒那麼高 其中暗屬連擊護盾的處理手段 更是非常受限且別扭 如果你有拿破龍,林黛玉能讓你的拿破龍隊更強 如果你沒有拿破龍 林黛玉能給你跟拿破龍差不多的遊戲體驗 所以我才覺得,林黛玉的價值 跟你有沒有拿破龍其實沒什麼關係 之後是第三題 純屍等合作還是抽林黛玉? 抽林黛玉 欸?人咧? 這小可愛也太頑皮了 我完全不覺得合作能有林黛玉的規格 以隊長設計來說 陳太郎給了條件手機吸收 失血也很高 玩法也是靠角色珠集中定板 卻因為沒自帶無視固定連擊盾 而被前套翻過去 下一個合作隊長 只要生存、解盾、輸出 其中一項沒做好就會被噴爆 林黛玉在這三個面向都做得很好 我認真不覺得之後的合作隊長能超越他 以隊員價值來說 就算之後真的有模組合作好了 我也不覺得這個模組合作 會給我們什麼好用的主動技 就算真的要給實用的主動技 他也必須要是石頭卡 才會有是否值得投資的疑慮 模組牛砰很強 九九合作補了幾張A級的副本卡 以結盾缺口來說 主要只剩下微劍而已 本來模組處理連擊護盾的手段很受限 但林黛玉能以非常高的效率去解決這個問題 更別說他的主動技也有很高的附加價值 這樣子看起來 以實用度來說 我真的很難想像下個合作能超越林黛玉 不過這個問題其實不用太煩惱了 畢竟這是獨立開放四週 然後第四週的禮拜一到禮拜三剛好是加倍 如果之後要接合作的話 在第二次加倍期間 我們就能知道合作的對象了 真的顧慮合作的話 可以蹲到第二次加倍再做判斷 最後看到組隊相關的問題 這邊先簡單介紹基本的觀念 林黛玉的完整組隊分析 我之後會再出影片介紹 這部分只會有一題 林黛玉組起來沒有想像中搶 首先雖然我犧牲林黛玉是黑金卡 但這指的不只是卡片規格 連組隊邏輯都一樣 不要用合作的邏輯去組隊 放一堆罪夢青城不會比較搶 整個罪夢青城系列 主要只有三張卡是好用的 甲寶玉、韓星蓮、陳圓圓 其他幾張對於林黛玉來說 幾乎都派不上用場 再者 戰友選擇林黛玉的話 主動技會有很大的程度的浪費 在無法手銷全版的情況下 輸出折损也會非常劇烈 戰友改成拿破崙或是卡蜜拉會好很多 下禮拜開放甲寶玉之後 個人非常看好卡蜜拉戰友的發揮 但前提是你要自備拿破崙 最後補充一件事 我昨天有提到潘青蓮的隱藏保底 但我沒講清楚 正確的說法是 前三次開技衣的時候 會有保證相應的排序 不是超過20次都符合這個規律 但第四次開始就不一定 目前我的推測是每三次為一組 潘青蓮雙主動技可以勝任的任務非常多 如果你只要用到一種飢餓的話 最多開三次技衣去刷就夠了 在那之後就別開技衣 這樣子就能把技衣固定在你想要的那一組 總之呢 雖然說這角色本身的形象是母狗 技能組看起來很像毒狗 但其實比想要中穩定 如果之後有什麼新發現的話 我會補充在這部影片的置頂留言 以上是我整理的林黛玉相關常見問題 如果喜歡這樣子的簡單影片的話 請記得按讚、訂閱、並分享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掰掰